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在微博里面发了一套关于这件卫衣的穿搭的时候 就有人在下面留言说 可不可以多出一点这件卫衣的穿搭 然后我想说 嗯 卫衣这么百搭的一个单品 一定能搭配出不一样的类型的穿搭 今天视频就搭配了七套 可以去见同学 见闺蜜 见家宅 关于这件卫衣的穿搭 那我们就开今天的视频吧 我到家以后必不可少了一套 就跟家长去超市购买东西的时候 那这套穿搭就一般就舒适一点 卫衣就非常非常的合适 然后加点红色的卫衣的话 就有点喜庆的感觉 比较冷的冬天的话 卫衣里面加上保暖内衣是完全没有问题 这两个搭配起来就看起来一点的不浮种 外面呢就会戴上一个外套 去超市形象会比较偏冷一点 因为冷贵比较多 所以这种家长的外套 外面是这种皮的就非常非常的合适 而且是短款的 就不会有种邋遢的感觉 裤子的话就是那种宽松一点的牛仔裤 就很适合蹲下去拿东西啊 或者上前拿东西之类的 鞋子就是很平常 小白鞋就足够了 还有就是跟家长出去的话 会比较不喜欢你戴一些很重的首饰 所以我在这套穿搭里面的耳环 就会戴这种比较小的 这种小小的点睛的这种感觉 这套穿搭的风格用三个字来形容 就是郁姐风 就是当你回家以后 就很见一些家长 或者是家长的朋友之类的 就比较希望说穿一点正式的衣服 可是如何用一个比较舒适的卫衣 搭配上一个比较正式的风格呢 觉得可以加上一个比较正式的外套 然后这种外套 比如说蟑螂色的外套的话 跟粉色的搭配 给你那种眼前一亮有很舒服的感觉 裤子是那种灰色的这种西装裤嘛 灰色的西装裤加上一个藏蓝色 这两个颜色都能让你 那个亮红色的卫衣就柔和一点 而且卫衣是在里面 大衣其实只露出来一点点红色的部分 又可以给你增加一点节日的喜庆 然后又可以把不正式的休闲风格压下去 就非常非常好 然后包包方面我就搭配了一个 这种比较正红色的 方方正正的包 然后就更加了加了一点正式感 所以我觉得这整套 就超级适合去见家长 见完家长以后 然后陪完家长去超市 那下一步是什么呢 就是自己的时间 就是见同学 可能是用那种高中同学 初中同学要聚会之类的 可是就会很想要穿一点红色衣服 比较喜庆 而且不想说太夸张 所以我觉得红色 唯一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那见同学就是可以带一点小首饰 我就加上那个发箍 发箍就多增加一点穿搭的色彩在上面 那红色的卫衣加上一个绿色的皮夹克 我觉得非常适合 这套整个穿搭的风格就偏韩系一点 那不是韩系少女分 是那种韩系那种现代就比较酷酷的这种风格 其实绿色跟红色这两个颜色的颜色 冲击感可以让你在一群同学里面脱颖而出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还蛮好的 而且这个绿色是这种比较暗的那种墨绿色嘛 所以跟红色搭配起来是很舒服的感觉 这种皮夹克嘛就非常适合 如果北方的话在室内聚会 就刚刚好的这个温度 然后南方的话甚至你就可以穿出去 包包就是一个白色的小包 我觉得会稍微稍微提点颜色吧 鞋子就搭配了一个巨子鞋 我觉得巨子鞋有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增高 然后它有时看起来像是平底一样 然后它是黑色的就很白搭 所以还蛮好的 到初三初四的时候 大家就慢慢的从室内的一个聚会 然后到室外的一些出去玩 比如踏青啊春节春节吧 就是很春天的这种感觉 就会去一些山上啊野村之类的 这套穿搭呢主要就是以舒服保暖为主 红色的衣衣加上一个保暖内衣的话是必须的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觉得在外面的时候穿上一个比较长的那种绒 那种外套是非常的保暖很舒服的 如果外套够长的话 它是可以把脚给裹住 如果你把它这样直接裹起来的话 它是非常非常挡风的 所以我觉得这点非常蛮重要 那其实裤子这个部分我也装了一个比较毛衣质感的这种裤子 就是它非常的舒服 它跟你皮肤接触的时候是种很温暖的那种很舒服的感觉 跟牛仔裤不太一样 牛仔裤就会比较硬一点 那时候我一定是种格纹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在穿搭上面有添加很多色彩 包包就是一个正常一点的红色的包 跟里面稍微的一个红色的一个凸印吧 可这个红色会稍微暗一点 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的 不同城市的颜色的搭配吧 近年我发现说保暖的第一要素就是把头给保暖好 还有耳朵 然后就冒着就可以把耳朵给遮住 就像半身到下半身到衣服到裤子 非常的保暖 接着呢就是非常非常舒服的这种运动鞋 就非常适合出去踏青 现在这个疫情 然后再戴上围巾 戴上帽子 然后再戴上口罩 再戴上墨镜 还认得出来水是水吗 到了一个见闺蜜的一个穿搭 我觉得见闺蜜的时候就会稍微稍微随意一点 一个红色的卫衣 嗯对 就是这个视频的主题 然后加上一个西装外套 我觉得西装外套就 现在慢慢慢慢就变成有点那种韩戏风格 然后就比较随意一点 然后这个西装外套其实有很多很多细节 比如说它是这种毛绒的 再接着就是它的颜色是那种 有一点点红色又有点棕色 有一点点黄色在里面的 所以整个西装外套看起来是这种非常高级的质感 而且它是这种比较厚的 蛮适合冬天的 裤子就是一条黑色的直筒牛仔裤 加上一个红色比较暗红的这种靴子的话 就非常的合适 然后这个靴子也是那种就是 整个底都是有一点点高度的 所以可以让你整个人看起来会显高一点点 搭配上一个这种斜跨的比较休闲一点 水一点的这种牛角包 我就觉得还蛮合适 然后穿搭我觉得是比较日常的那种搭配 这套就是一个约会的穿搭 其实像就是我大会到这里的时候 我想说怎么样也有一套带有裙子吧 今年的我又没有买裙子 于是我就翻出我以前那条皮裙 但其实像说类似的 假如是这种长裙 那约会的时候经常就会去室内 然后也会在外面走走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卫衣加上一个正织的毛衣背心就非常好 然后再加上一个外套 正织背心加上卫衣的话就非常适合在室内 又有一点点的层次感 而且这种比较偏那种中红中红的颜色 跟红色搭配在一起又非常的棒 然后在外面走的时候 比如逛街啊 长的这种外套就非常适合 出山出事要出去玩的时候 穿上这种长外套会比较薄软一点点 然后因为约会嘛 所以我觉得下面穿上裙子会是个比较好的选择 包包是这种带毛绒绒的这个棕色的包 其实我觉得今年带毛绒绒的单品还是非常多的 这个颜色跟里面这个背心的颜色 也是有一点那种层次的感觉 就我还蛮喜欢的 而且很有设计感 我没有分享过这个包吧 这个包这个两个圆圈的这种设计感 还是我第一次买 然后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包的时候 就非常非常喜欢 就像说一定要把它买入 它就可以调节这个圈的大小 来调节整个包的长度 所以你要怎么背都是可以的 这一套穿搭了 就是大家可能会有那种就是宅在家的时候嘛 然后就想说那就厦门取个快递啊什么的 特别特别适合这套穿搭 就是那种男友风格的穿搭 男生穿什么就穿什么 很机车风格的一件皮衣 压比非常高 我之前分享过 然后加上一条胃裤 就是卫裤加卫衣应该是在家里最舒适的一个穿搭吧 而且颜色方面也是比较柔和的那种这条绿色的 加上一个非常酷的一个嘛 钉靴 所以整套穿搭就有点 非常适合这件男闺蜜的这种感觉 就搭配上一个包 然后这个包是那种银扣的 这个机车的这个银链子 然后跟这个包上的银扣 就搭配得非常的好 银扣会比金扣看起来更酷一点 所以整套穿搭就是那种偏酷一酷的风格啦 我的外套 还有我的裤子 都是我的 我也是你的妈 她也是我的 这就是今天所有的关于这件卫衣的搭配 这件卫衣其实真的很百搭 它虽然是一整片的一个红色 但它红的很正 而且不是那种特别的亮 也不是那种特别的暗 是一种非常中式的一个红色 卫衣的搭配其实上是非常非常分盛 而且最近这几年一个疫情的关系 大家也慢慢慢慢倾向于这个单品 那这个单品搭配出来的穿搭 也是可以值得一学的 我觉得 那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 记得一键三连哦 那我们下周再见啦 拜拜 今天谈真的超级乖的 就一直在后面的上发上 我每次回头看她 我就觉得心都化掉了 真的 大家都会说很羡慕我的狗子啊什么的 可是我觉得我遇到她才是我的幸运吧 看一下她 开心啦 乖 下班啦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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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换衣服啦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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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